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和教育家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由此发展的儒家思想 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着深远影响 那么今天在孔子故里在这样一块诞生了人意理智性的土地上 新的山东人正秉承着圣仙思想不断地开拓进取 让这样一块戴清海岚之地再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区负出发探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感受你所不知道的山东 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符号 孔子思想2500多年来 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今天孔子文化又为何能跨越国界向世界传播 青岛港工人展现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新时代风貌 巧干创新的精神 如何引领山东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世界上最先进的钻井平台山东创造 这其中凝结着怎样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带你一同走进奇鲁大地 探寻山东的豪迈与激情 屈父 孔子的故乡 2014年9月28号 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纪念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冒着纷纷续雨来到这里 缅怀这位人类思想文化的巨人 每年的这一天 隆重的忌孔大典都会如期举行 词曰 君子识无求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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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 群雄纷张 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 他首创思学 授弟子三千 他及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 创立了儒家学派 他以礼为出发点 引申出人这一全新的观念 重塑了后世中国人的精神和价值观 成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重要资养 为我们民族的统一 发展和繁荣 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 文以载道 文以化人 孔子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 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的思想早已超越了国界 穿越了时空 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今天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无以数据的人在学习孔子 研究孔子思想 并身体力行 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 因为孔子是顺应着中国文化的主流 会在大流 遥顺于他文物周公之道发展而来的 因为我们今天话说 他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是中国文化的元素 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他为塑造我们民族的价值观 是非观 善恶观 为了人生观 起到了任何一家学说 无以替代的作用 孔子思想 承载着中国文化 不断向世界传播 目前全世界已开设 孔子学院465所 孔子课堂713个 他们遍布世界五大洲 注册学员已经达到了85万人 山东省 简称鲁 位于中国东部沿海 总面积15.78万平方公里 黄河着厚滚烫 从来没有虚莫清浪 泰山坚实厚壤 从来没有浮沉飞扬 孕育在黄河岸边 生长在泰山脚下 深厚的儒家文化 造就了其辱儿女 忠厚正直 豁达淳朴 崇礼上义 勇敢坚韧 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 铸就了他们开放而不保守 创新而不守旧 天下新王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几千年来 立自反抗封建剥削 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 山东人民都不畏强暴 舍身取义 一马当先 在革命战争年代 山东人民用一步步 之前的小推车 推出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而坚强不屈的宜盟精神 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 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式 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齐鲁大帝上 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 党的好干部焦玉璐 新时期领导干部的凯模孔凡森 中国式的宝尔朱燕夫 好君嫂韩素云 女航天英雄王亚平 这些当代的英雄模范 不仅弘扬了时代精神 而且让中华传统文化 得到了升华和光大 山东 山东是我国东部地区 著名的沿海省份 海岸线长达3024.4公里 占了全国海岸线的六分之一 列居全国第二 借助独有的自然地理位置 山东发展港口经济有着独特的优势 山东省青岛港 这个百年历史的东方大港 不仅有全国领先的世界级特大型码头 而且在全世界所有的港口中 它的装卸效率和管理水平 已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 而这些成绩的背后 就是有着一大批新系国家 爱港敬业 乐于奉献的青岛港人 许振超 青岛港前搬起装箱码头的 一位技术工人 被誉为新时期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 多年来 他靠自学苦练 练就了易钩准 易钩净 无声响操作等绝活 并模范地带出了 王孝飞燕 鲜心穿针 刘洋神绳等一大批 具有社会影响的工作平台 精忠报国 是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身上体现的振超精神 经历了身边的工友 也成为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典范 要做就做世界最好的 要争就争世界第一 这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典范 许振超的剧名言 如今他成立了许振超团队 我们去看一看 他们又创造了怎样的奇迹呢 李布 作为振超团队的第二任队长 李布从师傅肩头接过了担子 开始打造新一代的团队精神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作为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贡献 一代人要有一代人的牺牲 从师傅许振超身上 他们继承了荣誉 更继承了担当和责任 我们也是形成了六个公关小组 为了就是把这个振超精神 把它发扬光大 发扬下去 就是要干就干第一 终于终于一流 如今的振超团队是一个平安团队 效率团队 智慧团队和亲情团队 他们已经形成了创新 科研 信息等六个公关小组 把国家利益和个人的前途命运 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郭凯 一位来自鲁西北的巴林后农村小虎 在超新团队中 靠着三年多的勤学苦练 他熟练地掌握了所有装卸设备的驾驶技术 自己总结提炼了装载机清仓作业的十项工作法 连续六年 谈联整个青岛港技术比武装载机项目冠军 创造了每小时单车轻舱1670吨的世界纪录 你看我们机械司机愤怒 五个型 一型 二型 三型 四型 五型 所以说你行得越高了 开的机械集中越多 干的活儿越好 我们干活儿效率停下来 工人还坚定了劳动强度 我们自己的收入也得不断地给提高 许峰是正超团队科研组的负责人 他刚刚带领自己的小组改造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完成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创新 实现了港口轮胎吊车的油电混合动力改造 完全是通过我们国产化的一个改造 取得这样好的成果我也觉得非常非常地自豪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自豪 而是整个中国人的自豪 实行了混合动力后 比单纯使用电力的轮胎吊节能25% 比单纯使用燃油的轮胎吊节油60% 不仅节约了能源 减少了污染 还解决了油轮胎吊转场操作复杂的问题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像这个工人 他们只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我就想问一下 是什么动力去激发你们 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自主研发 这样的一个科研工作呢 我们青岛港一直是从机制上 非常鼓励大家来搞节能创新这个东西 每年每季度每月 从集团级公司级到队级 都要进行这个节能创新 安全改造了相关的项目的评估 包括奖励 当这个机制慢慢地深入人心以后 每个人都会积极地参与在里面 而且逐渐会发现乐在其中 每个人都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 创新方面的这个天赋 咱们工人有力量 新时代的工人 怎样才能具备钢铁般的力量 青岛港的这些工人们 传承着老一辈工人的苦干 拼搏的实干精神 在巧干中不断创新 赋予咱们工人有力量 全新的时代主角 对工人来讲 创新就是你能发现 工作当中的一些问题 想办法把它解决 产生效益 这就是创新 富有创新精神的新时代工人 通过不懈努力 伴随着青岛港一起 不断壮大成长 创下了无数个世界第一 2013年青岛港完成了 工人吞吞量4.5亿吨 同比增长10.6% 完成了集装箱吞吞量 1552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7% 全年吞吞量位居世界第七位 创新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山东省正在开发建设的 董家口港区第一期工程现场 世界最大的码头 最深的码头水深 最先进的环保系统 最先进的信息化操作系统 和最大的岸桥 深深地震撼着我们 这里的工程技术和施工人员 缔造的五个世界之最 让我们感到骄傲 世界上有多大的船舶 青岛港就有多大的码头 建设董家口 再造一个青岛港 使之成为山东蓝色经济区 和高端产业集聚区的 有力支撑 这是新一代青岛港人的 目标和追求 为此他们还会创造出 新的人间奇迹 改革开放 山东农业以产业化改革 领军全国 工业以名牌汇催 向于中外 山东经济连续多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 经济总量跃居全国前列 这些都是 脸型以棱角方正为特征 说话以后生石器为特色 做事以兼任实在为特点的山东人 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2013年 山东实现了生产总值5.5万亿元 粮食连续11年增产增收 其现代化设施 农业的产量 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 在全国百强县里 山东占据了22席 今天的山东 正在蓝黄两大国家战略直营下 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 牧师拼搏的精神 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新的人间奇迹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 就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第七代半潜式钻井平台 它的最大工作水深为12000英尺 钻井深度达到了5万英尺 目前全球已经开工的两座 都是坐落在山东烟台的 终极来服事成见的 在我的身后是辽阔的渤海 而我的脚下是高度133米的 世界上最大的起重机泰山号 它一次可以调起2万吨重量 创造了世界纪录 显示了中国力量 在山东人的性格中 充满了不畏艰险 勇于探索的精神 当年 2000万山东人闯关东的故事中 充满了敢为人先 挣脱束缚的豪情 今天 这种精神 依旧深藏在山东人的血脉中 鼓舞着他们新时代的拼搏精神 李天霞 中级来服事集团 起重运输部经理 这位纯朴的山东汉子 就是怀着这种闯劲 参与了泰山起重机的建造 他说 当初起名叫泰山 不仅因为他诞生在山东 吊起了世界的重量 更因为他是中国的骄傲 创造了世界的奇迹 这个2万能起重机 主要是为了建造半级的平台 而设计制作的 我们利用它可以成功地 一次性把上半块儿吊起来 然后下一次性完成吊装后楼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目前国外所有的钻井平台 都是在陆地上先完成下船体的建造 下水拖到深海后 再在其上进行上船体的建造 这样的建造方式 施工周期长 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大 中级来服事集团 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 他们自行设计 建造了国内最大的 30万吨干船屋 和世界上最大的 2万吨起重机泰山号 在陆地同时把上下船体建造完毕 然后让下船体先下水 拖拽到30万吨船屋后 再让上船体下水 也拖拽进船屋内 泰山起重机用自己的力量 把上船体吊起 经确定位后 稳稳地安装到下船体之上 让上下船体实现一次性河路 这种方式是世界上首创的 也是唯一的 到目前来说也是唯一的 目前来说也是速度是最快的 昌威的河路方式 一般是占有大沃的周期 大约是100多千 而我们积极需要实现 就可以完成一次河路 它创造了世界历史 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这种上下船体同时建造 一次性河路的办法 创造了世界之随 体现了中国速度 也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 像李天霞一样 终极来服饰人的家国情怀 就是为国家注重起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力量强大 那么这样一个旁人大物 它是怎么样保持平衡的 又是如何做到纹丝不动的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请宋公来告诉我们 原理是通过船底下的六台 全回转推进器来进行定位 半潜式平台漂浮在水面上 在近千米的深海区钻井作业 面对时刻汹涌而来的 有20多米高的惊涛骇浪 解决平衡问题 靠的就是这六台 安装在钻井平台底部的 全回转推进器 它们由六部五万千瓦的柴油发电机 提供动力 发电量差不多能满足一个中等尝试 钻井平台靠卫星精确定位 高精度声纳探测四面八方的 风 浪 流 然后将这些信息处理后 对六个推进器的推力和角度 实时进行调整 六台全回转推进器 就像六支定海神针 在惊涛骇浪中抵消着所有外力的作用 确保平台全天后作业安全 海上钻井平台制造业和船舶制造业相比 就好像航天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差别一样 凭着感为人先的精神 山东创造性出品的海上钻井平台 即高精尖技术于一身 代表着世界海工产品最高端水平 打破了世界高端海工产品 长期有几大欧美公司垄断的局面 如今 中级来福市的深水半潜钻井平台订单 已占全球的20% 在全世界八座第六代GM系列 半潜石钻井平台中 有六座来自中级来福市 它们的身影已经遍布北海 离海 墨西哥湾 巴西海域等全球主要海洋油气产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良故等地的红色旅游文化 也让这片土地更加富有独特韵味 这座雄伟的大山 更对泰山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 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泰山应该是一座和中国社会发展史 拟不可奋利一个古老的大山 它处于一个非常优越的位置 指太阳日出的地方 是国家的东方 它有一个胸围违格的山形和山体 焦躁地融入了我们中国的先人民的 这对社会的认知之外 所以泰山是唯一一个 帝王在这举行风扇打建的地方 慢慢地成为一种国家设计的校长 后来有了四八千代后讲过 人是会求于红帽会种于泰山 它不是一个地狱观念 而是一个国家都在民族认同的一种 精神寄托的校长 古人曰泰山乃山中之孔子 孔子是人中之泰山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 国泰而民安 泰山以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位 与滔滔的黄河一起 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 孟子说 人须有浩然正气 乐以天下 优以天下 今天的山东 正在着力培育改革创新 开放包容 中常守信 务实拼搏 感为人先的新时期山东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 科学发展 和谐发展 率先发展 镇之一飞冲云天 巨轮起茅 异行走远阳 在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上 不断拓展新的境界 现在呢 我站的位置是泰山之巅的玉皇顶 孟子月 登泰山而小天下 在她的脚下 黄河东去奔流入海 这里不仅是孔孟的故乡 也曾出现过孙子 庄子 荀子 墨子 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 为了塑造民族的灵魂 传承中华文化的血脉 做出了杰出贡献 自强不息 厚德在物 今天孔子憧憬的小康社会 即将成为现实 承先起后 既往开来 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 也不再遥远 翻山越岭 我轻轻走近你 你越远去揭开 乘风的情 残风风雨 我处处寻放你 一段段爱且度迷 古老的秘密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多少精彩让人着迷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长江黄河神舟万里 中国故事中国美丽 每个角落都留下追梦的足迹 足迹 足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